2018年8月27日,早,这里是我的村里 现在,距离灶台完成已经过了三天 离开灶的黄道集日还剩十几天 后来听长辈们说 在我们这里,另起灶台是一个人独立的象征 所以开灶,要严格遵守程序 灶台不能起火,更说不上做饭 我被唬得死死的,感觉被自己推向了火坑 人活着,要吃饭 饭做好了,要找个地方吃饭 一张精致的饭桌,自然是必须的物品 我第一个就想到了村口姓屋的王师傅 立刻拉上了家里祖传的木头,跑到了村头 王师傅不烫头 做木工的手艺却是一流 800块钱租一年的地方 各式工具样样齐全 经过一番漫长的交涉 就全村的经济发展规律 村围老屋家猪卷工程的进度 以及陆陆上月生下八只狗仔的光荣事迹 进行科学客观的辩证探讨 我们得出一个结论 我们的桌子 再不动工就来不及了 2018年8月27日中午 说干就干 在王师傅的教学下,我体验到了木工独有的快乐 几平米不到的地方 木屑横飞,都是具木头的声音与味道 这期间引起了父老乡亲的围观 看着我有点害羞 无奈之下,讲了几个荤段子 才驱散了它们 很快,在测量跟讨论后 一块块不规则的木料 不一会儿被切成了一根根方方正正的木板 剩下的就是比较繁琐的工序了 首先是打磨 要把目光所及的地方打磨成光滑的平面 虽然说的简单 但少说也打磨了三四十遍才将将合格 然后就是将木板用特殊的胶水粘合起来 再用夹子固定住 成为一整块桌面 最后便是上油漆的工序 但是胶水粘合需要时间 至少一夜 油漆也只能隔天再来 2018年8月28日,早 桌板粘合完成 剩下的就是组装跟上漆了 这桩桌子不复杂 有张木板粘成了一块板 四根桌腿与四根固定桌腿的横杆 但做桌子又不简单 除了达到基本的木工要求外 其他的每个细节都有它的讲究 第一,桌上有九 指的是桌子的长、宽、高 都要带个九字 比如我做的这张桌子 长宽高便是129、69、79厘米 取桌上有九的意思 按家乡习俗 有九便有菜 有菜便有饭 有饭便有人 这便是寓意 第二点 桌腿就要向着原本木料生长的方向 取向上繁荣的意思 基本上 所有的木匠都能从细微处轻易地辨别 这让我觉得很神奇 第三点 桌板取单数 可能是我们这边的传统 不仅是桌板 还有门板 床板等等给人用的 都要取一 三 五 七 九 以此类推的单数 别的我也不清楚 据说那些压得住的棺材板 才是双数的 尽管听完一脸懵逼 但还是感到受用 原来一张桌子 也能发现许多看不到的乐趣 我一边赶着探 一边刷着漆 一边撕着考 也许这个世上 有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事 就跟上漆一样 我们看到的 大多是光滑平整的一面 却不会想到这个过程中 刷漆 打磨 刷漆 打磨 先用软漆 再用硬漆 先用粗砂纸 再用细砂纸 然后 最后才是一张合格的桌子